而宜蘭市慈航三路靠正平二路附近一年来塌陷两次 长度超过100公尺 为了厘清原因 市公所今天特别调派怪手开挖 希望能够将问题根治 台美台风过后 宜蘭市慈航三路靠正平二路附近就出现塌陷情形 长度超过100公尺 深度约20公分 附近居民担忧会影响用路人安全 于是立即向市公所通报 在丁面的红台湖来的 我一巧在来的时候 就是不去找到 路的车就翻了一边过来 结果我就随时和我们庄围的庄围里面翻来 我们庄围里面很严重 不需要派人来看 公所获报后 今天也特别调派怪手开挖来厘清原因 并邀请水利会 里长及民代等单位一起会刊 彻底解决路面塌陷问题 如果第一天一年月會撞兩次下去 而且牆壁的包心都十公分以上 如果站在這裡沒有看到的時候 撞下去半島 半島邊還有一個差不多四米 會撞到很深的水溝 撞下去金東村這個水溝會很危險 目前剛好起來的時候來看金東村這個水有搬過來的路面這些 至於是不是腳踏空還是它的基礎有派去 還是說這條路當車在過的時候把這些路交派 頂頂三萬萬人現在正在研究 研究當中以後跟相關團員會診好 再一邊做一次來解決這些問題 今天這個地址室的碳線這個氣候塞 也都要來給它即刻來復原 來恢復行車安全 但是最重要這個問題的增結到底是在哪裡 就是道路機關和白水的機關 我們是說復原後一流容易 就是後來這個事情不能發生 這個部分我們的協調兩個單位 共同來趕緊找出基礎的結論 經過開挖後發現陸基有大量的水 至於這些水是不是因為金銅春鎮 戶岸老舊破損而流過來的 則有待釐清 宜蘭新聞記者賴夫欣賞報導 我們謝謝你 謝謝各位